欢迎收看健康2.0 我是陈欣梅 我是韋如 健康2.0是全台声量最大的健康媒体 有一个全球网络统计的指标数字 Comscore最近就说 2024年的6月健康2.0荣登 全台健康的媒体排名第一名 而且这第一名还包括 不重复的访客次数 还有访客停留的时间 以及阅读的次数 这三项我们通通都是第一名 只是属于健康2.0 给你最正确的健康知识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夏天其实天气很闷热 大家会留意中暑的困扰 但你知道吗 夏天还有另一个疾病 叫做皮肤病 我们知道夏天 湿疹跟蕁麻疹的发生率会上升 但是因为湿热的关系 其实霉菌感染的风险也会上升 所以比如说灰指甲 香港长到风险也会一并的上升 一个弄不好 可能会产生蜂窝性组织炎 没错 灰指甲如果长时间不处理 有可能会合并成甲勾炎 不只指甲会红肿 甚至还会化脑 像是艺人贾静雯 他前一阵子到美国去玩的时候 他的左手无名指的 就这样子红肿起来了 当时他以为会不会是天气太干 所以没有理他 一直到回台湾之前 他特地看了医生 当时医生特别嘱咐他 你需要热敷 所以他就每天的乖乖回家敷 一回到台湾 这肿脏并没有消掉 而且他的医生表弟一看就说 你这就是甲勾炎 你怎么可以天天热敷呢 更肿 对 所以后来帮他把农医给挑出来 他的手指才慢慢好转的 另外一位是48岁的陈小姐 因为他本身的职业是一个贵姐 担心久战这指甲会压到肉 所以他每次在剪指甲的时候 都刻意把指甲剪得很短 结果长时间下来 他的指甲就往两侧弯曲 变成铅笔甲 那因为铅笔甲外观不好看 所以他又刻意买了一个美甲贴面 把它贴上去 长时间贴下来就说 这疼痛加剧 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 他竟然是慢性的甲勾炎合并卷甲 还好后来经过治疗 也是有慢慢做改善了 另外一位是76岁的陈先生 他也是还感觉 食指指甲常常肿痛 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也告诉他 你这是甲勾炎 当时有开药物 让他来做涂抹的动作 他没有想到甲勾炎这症状 好像没有好转 在经过追查才发现 他其实是甲床磷状细胞癌 其实我们听过甲勾炎这个名字 另一个名字叫档嘎 大家可能都曾经有过 示意图其实比较像是 甲敬文这个 就是看起来在指甲旁边 种种的红红甚至化膿 但是我们看另一位 这位被说是慢性甲勾炎 症状长得不太一样 好像红没有那么明显 相反的是指甲卷起来 这边想问一下 吴医师 这个甲勾炎 急慢性症状差异这么大 是的 没有错 就是急性甲勾炎 大概就是我们 急性感染的一个症状 然后就是红热肿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说 指甲周围的软组织 我们的甲折的地方 皱折的地方都肿起来 然后有时候会很红 然后很痛 除此之外 有可能局部会产生浓阳 有时候会感觉 鸡驼黄黄的液体在旁边 就是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甲敬文小姐这样子 这时候浓的话 真的是去就医 然后把它引流掉 这样的感染才会比较快好 如果在发炎比较久一点点 它就有可能 因为我们的软组织 一直就是互相发炎 肿脏受到刺激 就有可能会产生肉芽的增生 就会看到旁边有这种红红 有的时候很容易出血的 这种烂烂的肉在旁边 这时候其实碰到都很痛 而且很容易流血 这种甲勾炎 通常的话 大概六周左右会缓解 但超过这样子的时间的话 就慢慢会往外慢性进展 然后你常常这样 反复的发炎之后 我们的指甲 包括旁边软组织 也可能会变厚增生 然后这时候 也可能会造成指甲的变形 所以说卷甲本身 会造成甲勾发炎 但是甲勾炎久了 也有可能造成指甲变形 然后慢慢变成卷曲的形状 那会这样子的原因 大部分还是细菌感染 比如甲勾炎就是像 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或者是这种练球菌 去感染到我们皮肤 跟甲勾的这个细缝的地方 那最常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 穿不适当的鞋子 就是我们台湾脚 就是一个宽板脚的时候 就不要向往 穿欧美的高跟鞋 所以女孩子穿高跟鞋 这种尖头的 其实比较容易产生甲勾炎 对 因为它其实 你的脚趾 有些根本就是血足势驴 跟你脚都没办法摊平 所以你的小趾也变形 大脚趾也被挤在二脚趾上 然后脚趾夹 也会逐渐的越来越变形 第二个是不正确的修剪指甲 我们指甲就是要剪得 方方正正的 然后要留一点白白的地方 不要修成长椭圆形 或者说这些形状都不好 我跟别人讲说 法式眉甲看起来 这个形状OK 对 但是不要剪成椭圆形 两侧剪进去 就很容易剪坏就发炎 那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比较久 慢性超过六个礼拜的话 就是可能慢性甲勾炎 但慢性甲勾炎要小心 除了细菌感染之外 其实更常见有时候 是霉菌感染所引起的 比较常见的话 比如说是像念珠菌的感染 常常碰水的工作 比如说美容美髮业 餐饮业者 因为常碰水 手一直都湿答答 一直霉菌就很容易增生 这时候就很容易慢性甲勾炎 那甲勾炎其实天天都会遇到 像我们就是 一个同事在四十几岁的护理师 那叫护理师 其实都要穿制服 而且要穿护士鞋 所以他没有办法 不管他脚指甲 什么样的形状 他都要穿那个形状的护士鞋 所以他脚就是要挤在 那个缝缝里面 那久而久之 其实就会变成卷甲 然后卷甲的话 我们就会去修他的侧面 刚刚讲侧面绝对不能修 我们弯曲的侧边越修越发炎 所以他就变成 反复的这个甲勾炎发作 然后后来有一次 就在他红热肿动 好几天都没有好 我们去检查就发现 其实他已经变成蜂窝性组织 这么严重 对 因为他有个糖尿病的情形 因为糖尿病会让免疫力比较冰 工时长 用餐时间又不固定 常常喝杯真奶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血糖不稳定 再加上这个传覆的伤口 其实就很危险了 所以其实甲勾炎是比较禁忌 免疫力比较低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第三个案例 它的甲勾炎 其实后来好像不是 是叫做甲床的菱状细胞 所以这么想问一下蔡一世 我们指甲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都觉得应该跟疾病没有关系 有什么样指甲的表现 要特别留意可能是癌症 或是比较严重的疾病 好 其实指甲 大家天天都看得到自己的手 你知道眼睛视力还不错 都是拿起来检查就可以看得到 对 很明显 对 可是其实指甲 它真的藏很多秘密 不是说指甲 它就是一个死掉的东西 其实它这个还是会有一些 癌变的一些风险 我们先看第一个 叫甲床的这个菱状细胞癌 有时候有一些伤口 尤其指甲的时候碰撞 大家可能不以为意 可是它如果伤口一直都没有好 你很认真的擦药 或者是很认真照顾它 怎么好像半年都没有好 甚至烂掉 这有时候也要小心我们甲床 其实只要是皮肤都有可能 有这个癌症的一个风险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 你没有血糖的问题 你没有其他免疫系统的问题 但突然之间你的手受伤之后 这个伤口半年以上都没有好 那你要小心 我们甲床也有可能有 这个菱状细胞癌 那再来就是看颜色的部分 我们讲说指甲的黑线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我之前有一个 七十几岁的一个阿嬷 那她的大脚趾 脚趾头的大脚趾 因为她的白内障还没有开 所以视力不是太好 看不太清楚 对 看不太清楚 然后有一天 她的家人就带她来说 我阿嬷那个脚的那个指甲 黑黑的怪怪的 阿嬷就说没关系 又不会怎么样 她说不是 那个黑突然之间变很宽很大 那个指甲已经不是黑线了 是一个比较宽的带状 超过0.3公分 而且不规则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不是什么好的一个迹象 我们建议她做一个切片检查 一切下去不得了 是这个指甲的黑色素细胞癌 也就是我们说的皮肤科的癌网 但是她的死亡率是相当相当高 是非常凶猛的一种癌症 那阿嬷为什么觉得没关系呢 因为长辈都会觉得说 指甲黑可能是踩到 黑黑 对 撞到 对 撞到等等 可是其实大家要小心 在这个我们亚洲人的话 其实枝端 尤其是我们指甲出现 宽窄不一的黑线 浓淡不一 因为她的这个宽度太宽了 超过0.3公分 有的甚至还会蔓延到 我们的皮肤上面来 这几个都是比较不好的一个迹象 所以大家其实有空 这个画画手机 看看自己的手 对 指甲检查一下 脚也检查一下 也关系一下长辈 因为长辈真的看不太清楚 对 那不是只有黑 有时候白我们也要注意 那如果小朋友有时候 碰撞可能一两个小白点 那个是跟碰撞有关系 可是如果突然出现很多白点 那你要注意 因为其实有些 这个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之外 我们要小心有些心脏病 肾脏 衰竭等等的 甚至一些感染 甚至有的有念珠菌 我们有看过那个十字手指好多 她自己都不在意 我说你要小心了 其实这个都代表 我们身体出一些状况 但蔡医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帮观众问后 我们的指甲切片会怎么做 我们的指甲切片很特别 它不是切指甲本身 有的是要切指甲本身 指甲的工厂在我们这个白色半月板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根部的地方 这个皮肤把它画两刀 然后掀起来 然后天里面的 地下一楼的这个指甲工厂 比较这个nail matrix的地方 然后再把皮盖回去 再缝起来 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可怕 只是说有时候如果切片的 我们检查的范围不小心太大 工厂真的整个被移除了 那就是长不出指甲 就要指甲重新长回来 其实终于在看指甲 也可以看出我们身体的状况 像是从它的纹路 颜色都看得出来 陈医师 其实我们指甲 常常会出现一些增厚 那一般我们看指甲就看两个 看指甲表面的纹路 纹路 如果是这个纹路是走纵向的 纵向的代表它可能是 脾胃功能不好 或者有贫血的一个情形 那这种纵向的指甲 因为是长时间 它不是一下子的造成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 是不是有贫血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横纹 有看过人的指甲是 中间的来一个皱褶 好像一个皱褶一样的 那为什么 那就是当时的压力很大 睡眠不足 因为就是瞬间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 我可能有碰到一个重大事故 它就有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营养健康有没有问题 第三个就是有裂痕的指甲 裂痕就是它其实不太整齐 它有裂痕 那我们中医讲说 肝阻爪甲 爪甲是属肝的话 它可能肝功能有问题 另外就是说肝脏的功能 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就说营养不良 或者有坏习惯去抓 这个都有可能 那当然除了这个纹路之外 还有颜色 那中医的对于这个颜色里面 又有分青色黄白的 但是如果说白色的话 我们看是不是它有缺点性的贫血 因为这个血不足 贫血的话 那指甲白 或者有虚寒体质的人 这个会有这个问题 黄色的代表可能是肝脏跟皮脏的问题 或者抽烟 抽太多了 那指甲被什么 这个香烟的 虚寒的那种感觉 虚寒的 第三个是黑色的指甲 那黑色的指甲有时候是 因为红色的指甲火气太大 或者像肾脏肝肾功能 不好所造成的 所以像白色 黄色 蓝色 这三个指甲最多 但是实际上 红色的指甲是代表火气 是不是当它有发烧的经线 会出现 所以我们在指甲的诊断上 当然就是看它的爪甲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做一个诊断的参考 是 指甲的外观 除了代表我们身体的健康度 其实跟我们的营养也是有关系的 韩颖 我们该怎么补充 是 其实刚刚医生有说 我们都要看我们自己的指甲 我们大概把这个分类 分成四大类来补充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叫直线凸起细线 我们这个俗称叫做 你的指甲长得皱纹 而且是直的皱纹 这个代表你全面性的营养不良 他都开始皱褶了 所以你是蛋白质不足 然后蔬果也不足 因为指甲我们建构指甲元素 是需要蛋白质的 所以我们在检中门诊 如果看到你这个完全就是有 这种奇怪的像皱纹的 就代表你真的是营养不良的状况 所以要多补一些蛋白质 还有抗氧化蔬果 那第二类比较常见的就是 我们可能底部开始 会有一些白色的横纹 可能它会一直往前涨往前涨 这个很直接的反应 就是我们的钙质 生物素 胭碱酸 都会有一些不足的情形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你可以补一些像奶制品 芝麻来补钙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坚果也是很好的 再来一个比较特别 像医生有刚刚讲到贫血 我们说是汤瓷状的瓷状甲 所以如果你是有点那种 凹陷变薄的 其实这个是贫血 我们就要补一些铁脂 叶酸 B12 所以像猪血 紫菜蛋花汤 这些补铁都可以 那最后一种就是 很常见 你在做水晶指甲 还有很多人那种指甲 容易随便做个胶式 就断裂的这一种 你真的要注意这个断裂 其实代表你身体睡眠不足 抗氧化都不足 所以其实我们建议说 你大量的 不管是叶酸 抗氧化蔬果 豆类 反正这些食物 我们都是要吃的 那我们临床 其实有一个学生 就是他是常年 在做水晶指甲 他没有发现 他卸完之后 才看到说 有这种变脆的情形 那我就建议他说 我帮你设计到这个 健康护甲的银 来搭配 所以我们材料有像 蓝莓抗氧化的蔬果 那燕麦 用燕麦饮来做 它里面有生物素 然后坚果的部分 也有一些芯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指甲修复 所以其实学生在这样子 营养去搭配 一个月之后 他发现指甲变健康了 如果你指甲比较不健康 可以参考一下 含瘾的这道料理 但我们说夏天 因为湿热的关系 其实黴菌的发生率 会比较高 吴医师想请问一下 黴菌跟哪些指甲 或皮肤的疾病 可能会有关 对啊 这个季节 最多可能就是香港脚 爸爸们或是什么 阿嬷们的脚开始 就是脱血 痒这些 那这些都是黴菌感染 然后还有灰指甲也是 所以这是在这天气 闷热潮时 这个夏季是特别多的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 还是要好好治疗它 因为如果不管它的话 像黑皮指甲 灰指甲大部分不想要治疗它 为什么 或是觉得好像治不好 第一个原因是忽视它 因为它大部分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症状 等到有症状 可能变得很厚 整个粉粉烂烂 甚至周围的皮肤也感染 变得香港脚 甚至刚讲说 黴菌感也有可能造成 这时候它才开始觉得 好像有痛红肿的时候 它才会想要治疗 那再来一个治疗不好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治疗的方法用错了 大部分觉得香港脚 我是不是就是去 什么我来泡泡个醋 或者说还养得要命 我来泡个热水 我把它烫一烫就不痒了 这都是没有办法把它治疗好 而且可能更糟 万一造成一些伤口什么的 如果香港脚 这些有碎屑 然后我们又把它烫伤 或者是泡得不恰当的东西 像角质溶解 细菌进去又会蜂窝性组织 就要用对方法 用适当的治疗黴菌的药物 并且要有足够的治疗时间 其实夏天除了黴菌感染比较多 你没有发现蚊虫比较多 尘蚌发生率也比较多 这些比较多会产生 我们说皮肤失诊的状况 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养过 有时候半夜不自觉抓 早上起床 整个床上都是血 到底皮肤失诊应该要怎么治疗 我们广告会回来告诉你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哦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